本港的四间银行调整了定存息率 那么是否游资会慌忙出逃 而投资者又该如何来避险股市当中的一些风险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建议国际研究部 董事总经理 首席策略师赵文霓先生 赵建议早上好 主持人好 关键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这个本港有四间调整了定存息率 调整定存息率的银行当中 有三间是加 一间是减的 那么全部都是因为上周三的时候 这个金管局是突然间宣布来增发400亿外汇基金票据 那么是否这是金管局想要赶在美联储之前来进行一个吸水的动作 而未来本港的加息类似行为会不会继续来持续 对于投资者而言有具体的哪些影响呢 应该说从增发外汇基金票据的背景来看 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美国和主要的央行在大规模的放水的过程中 那么本港涌入的资金量比较大的时候 香港金管局会增发 另外一点呢就是在2013年血减恐慌出现之前 那么金管局也是做了一个比较相比较相似的操作 那么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前期在香港平国的资金数量比较大 那么在资金极度宽裕的情况下 一般同业拆息呢都会降得比较低 那么从最近来看呢 确实香港的这个同业拆息呢 已经是十年来的一个十年来的最低位 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 我们看到资金的供应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情况 那么同时从资金的需求端来讲呢 新股的活动呢在今年没有去年的这样热络 所以资金的需求量呢也是比去年要小 那么从银行的贷款需求来看呢 也确实雇商贷款啊等等这一块增加也比较慢 所以从这个香港那么主要的金融系统的利率来看呢 大家为了考虑到美国后面需要这个收有紧货币政策 那么逐渐提高息息率 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未来港元的一些这个存款的成本 可能会不断的向上走 所以现在在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啊 一些金融机构都在提高定期存款的利率率 那么争取在比较早的时间把这些廉价的资金 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锁定 那么如果未来的增发措施继续下去呢 我们相信这个定期存款的还有一些 这个继续向上的向上调整的空间 但是总体来讲全球低利率呢 可能还是未来长期内比较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 所以整体的向上的加幅应该不会非常大 这个全球的低利率啊 可能还会是近段时间的这个全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思想脉络了 那么在上周的时候 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讨论过 这个港交所是获批了10月18号 在香港推出MSCIA股期货 而现在呢 其实啊唯一拥有A股期货产品的境外交易所 是新加坡交易所 那么市场就担心啊 这会对新加坡交易所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而在上周我们看到股价表现方面新交所的股价是下跌了6% 那么港交所呢股价是升了5%的 想问一下未来这个股价方面是否也会因此而形成更明显的一定的分化 您怎么来看新交所它的一个竞争压力的问题呢 应该说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 新加坡交易所呢和MSCIA之间的合作一直比较多 但从去年5月份 那么新交所也宣布就是明年开始 也就是今年吧 2020年那么跟MSCIA的合作呢 除了就是新加坡本身的这个市场指数期货之外 其他的都会转移到香港这边来 那么MSCIA转移到香港来的主要考虑呢 我觉得还是因为香港市场距离中国的这个市场和投资者的距离更加近一些 那么所以他们的主要客户啊 主要MSCIA的客户 那么最近的几年 那么随着中国市场逐渐的融入全球 所以它的中度客户的增长也非常快的 那么在这方面的香港的先发优势还是非常好 所以这个从MSCIA这个一方面把A股市场逐渐的纳入 那么另外呢从陆港通建立以来之后 那么通过陆港通渠道投资A股的资金越来越多 那么这方面呢在香港推出相关的A股期货呢 从市场的需求和供给方面呢 其实是必要性的非常强的了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觉得香港交易所未来可能在A股相关市场 包括中国市场 以及亚生品期货这一块的竞争优势会体现的非常多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新加坡交易所确实面临压力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这当中啊可能也是蕴含了一个 净水楼台先得月这么一个逻辑的当中啊 那么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收盘之后啊 内营中报是陆续放榜了 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了 您会如何来评价内营上半年的表现 而下半年的风险点和亮点分别是什么呢 从已经公布的主要银行的业绩增长来讲 还是非常好比预市场预期的要高一些 特别从A股这边 33间上市银行中多达25间的这个 贵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呢 实现了同比双位数的涨幅 那么整体来讲比过去几年 平均5%的一个涨幅要高 而且比第一季度呢 主要大型银行增长2%的这个业绩表现也是要好的 那么另一方面原因可能跟上半年从去年的这个基础效应来看呢 去年的同期波倍的这个基础比较高 但是盈利的基础比较低 所以上半年的同比增长看起来增长也比较快 那么另外一点呢 我觉得从这个部分银行的新增贷款的增长来讲 上半年还是这个增长是都非常好的 所以基本上在半年的时间里已经完成了全年额度的70% 所以从今年基本面来讲呢 中资银行股一方面它的这个由于技术效应 由于这个整体的经营环境的改善等等 那么这个业绩方面是比较好 另一方面呢从板块的估值来讲呢 现在银行股的估值还是处于一个历史这个偏低的水平 那么股价从这个股息率来看呢 也都接近于历史高位的7.6% 所以最近的半年多 那么银行股的表现整体是比市场指数要强的 而且对资金的吸引力也会比较强 那么未来几个月呢 我们相信第三季度的业绩仍然保持着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势头 所以今年可能银行股整体的相对表现 要比其他板块要好一些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外围方面 这个备受瞩目的全球银行年会是落下了帷幕 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是终于算是给出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了 他也是首次表态说啊 这个如果经济是进展持续的话 会在今年缩减买债 但是距离加息还很遥远 想问一下您会如何来看待这一次美联储方面 这个偏割派的一个解码QE 您也是认为这个美国的通胀是暂时性的吗 应该说从鲍威尔的表态来讲 第一他没有非常明确的提出一个削减的时间表 所以这方面呢还是偏割派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 他向市场展示的一个信号就是即使 风险来看呢我们年度报告里面也提到就是实际上 这一轮通胀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的表现来讲都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结合产出缺口啊 结合最近的一些成本推动的压力等等 那么通胀我们看到尽管年内的最高点可能正在这个经过啊 但是后面的回落的速度会比较慢 那么在高位特别是在美联储这个通胀目标区间以上 那么维持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 那么加上最近刚才疫情在美国的蔓延呢 也使得原先稍微缓解的供给特色冲击呢 又变得可能对生产的影响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相信呢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 美国的通胀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那么未来通胀会不会影响市场最新的关于加息的一些看法呢 我们觉得还是有这种这个超出市场预期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现在市场尽管对Jackson Hole峰会是松了一口气 但是我们觉得9月份特别今年底 那么如果通胀还处于一个比较偏高的水平 就业市场也回到了一个相对接近充分就业的水平 那么明年加息预期提前的可能性还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好的 非常清晰的解答 非常感谢赵文林先生这一时段和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